韓國瑜四月造訪洛杉磯的歡迎喬燕 傳出各種怪消息 先是還沒看到票票就已經賣完 現在又傳出有黃牛票 到底怎麼回事 事實上在美國舉辦有超級人氣的名人餐會 大多是用任桌的方式來舉行 至於票價多少就要看有沒有募款的性質 募款性質當然就比較貴 在美國政治圈也比較流行 但不是每桌的價錢都一樣 距離主角越近就越貴 例如四月九號紐約惠特尼美術館 向前市長蓬勃致敬的募款餐會 最貴的前兩個等級 一桌從七萬五千塊美金到十萬美金 做十二個人 平均一個人六千三到八千四美金 和台幣二十萬到二十六萬 接下來的等級有一桌五萬美金 做十個人每人五千美金和台幣十六萬 這一次歡迎韓市長的橋苑 不是定位在募款餐會 不過也是用任桌的方式 而且它是在五星級飯店舉行 所以有一定的行情 不是募款餐會價錢相對便宜 韓國瑜的LA喬燕 一桌兩千到兩千五美金 每桌十個人 一個人兩百到兩百五美金 和台幣六千二到七千八 一桌十個人 有兩千也有兩千五的 這個價格是很合理的 波士頓的餐會 也是每桌十人 每人五十到七十塊美金 和台幣一千六到兩千二 共六十八桌銷售一空 現在一票難求 比起美國一般的募款餐會 韓國瑜的喬燕價錢相對親民 之前傳出有黃油票一張喊到六萬台幣 不過僑胞質疑這種說法 子虛烏有 它是以作為單位 而且是用名字去登記的 所以不應該有黃油票之書 因為根本沒有票出來 聽到未經證實的這樣子的謠言 然後就找媒體爆料 對這件事情的傷害很大 據記者的了解 現在洛杉磯的僑界 不太願意談參會的事情 因為他們就是怕走平民路線的韓市長 最後有所顧慮而打退堂鼓了 記者 顧茫華 林思惠 美國的採訪報導